说到彭亨文冬,相信大家只会停留在榴莲和文冬江等等美食 但是除了这些,你还知道文冬的其他特色吗? 为了让游客有新的体验,今天晚上8点 当地将举办一项为期三天的大型嘉年华 里头设有大约70个美食摊位 会场活动还有攀登文冬山和越野驾驶等等的户外活动 来看看上百名志工今天早上在会场为嘉年华会做准备的情况 说到文冬,我们自然肯定想到的就是当地的著名榴莲吧 不过绿色行动协会今天一连三天就开始举办了一个嘉年华活动 进而推广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旅游 而我们从这里的设计,我们就能知道 来到文冬,除了吃榴莲 我们还能够进行许多贴近大自然的生态活动 文冬好野,享尽野生活嘉年华今晚8点开幕 早上10点半,超过100名志工为当地首次举办的嘉年华做准备 至于主办嘉年华的原因 文冬区国会议员黄德校园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才会举办这场活动 不过他表示,举办嘉年华的目的 是为了推广当地的大自然资源 打破许多人来文冬只吃美食的刻板印象 我们因为无知,所以说敢敢搞一个这么大的嘉年华 我们要推广这个绿色的军机 也要推广这个持续性的发展 让更多的旅客来到这里看到 来到文冬不单只是在吃我们的美食 吃我们的榴莲,还有好山好水 让他们去享受 嘉年华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绿色旅游 因此场地的设计都是以竹子和竹叶作为材料 主办单位解释 这是因为竹子是生长快速的植物 绿色行动协会主席潘家耀海表示 其中一个原因是和当地的原住民有关 其实原住民在文冬呢 他们站在最前线 在于保护环境、森林、河流 他们站在最前线 而且我们发觉就是Horan SD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一种很环保 不破坏环境 continuous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到 这个是跟我们的大方向完全一样 就把这个主题也带了进来 说到原住民 嘉年华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让游客和原住民更近距离的交流 我们在这个会场都有一个很大的舞台 我们也把原住民的整个村庄的小孩子 来年轻人都一起带过来 他们有一个希望dance It's a very beautiful dance 大家应该过来看一看 星期五晚上也有 星期六也有 一连三天的嘉年华共有歌唱比赛 乐队表演和甜色比赛等活动 此外当局还举办攀登文东山和越野驾驶的户外活动 攀家要强调 这些活动还是围绕在林拉基和环保概念 在我们办户外活动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损坏这个大自然 所以每一个活动我们都有很小心的 Calculate了 OK 这个山路一天可以有几多个人上去 不会破坏这个环境 四轮驱动车 4WD他们的驾驶技术 他们用的打压 OK 走的路线 到底是不是另外开一条新的路 我们不鼓励 这场嘉年华共有大约70个摊位 民众可以到场吃遍文东的道地美食 其中还有榴莲竞标和榴莲自助餐等活动 主办单位更呼吁出席者携带容器和餐具赋约 使建林拉基 想要更了解文东的你 不妨在这个周末到文东参与其胜 NTV7 陈伟伦 采访报道